Hello,大家好,这里是CAMOLE 现在咱们新的系列视频来了 是公路车入门 我作为业余车手分享一下我的训练成长历程 今天就来介绍公路车的组成部分 先从最主要的几个几大构造来介绍 车架 包括车架主体 前叉 轮属 轮属前后隔一个 车把系统 就是整个车把系统 造电 然后就是传动系统 这套 包括刹车 好,咱们从最头见 最开始的,开始介绍 轮属 轮属 我这是圈杀 公路车现在分为圈杀和叠杀 大家可以看到,这边有刹车的 这是刹车 这是圈杀轮 轮属 这种就是圈杀 叠杀的话,刹车就通过 这个来链片 来摩擦这个叠片 来造成这个自动化 首先来看 轮胎 这是轮阻 轮阻 这边可以看到不一样的地方 刹车边 轮框 浮条帽 浮条 浮条 气嘴 这个气嘴分发嘴和眉嘴 一般公路车上面这种细细长长的 你可以把它拧开 通过拧开 打气之前 打气之前 要先把它拧开 然后 进行打气 松气 这是拔嘴 眉嘴的话 一般是公路车上面 比较粗啊 圆圆的 这边 这个花骨 快拆 一直到上面 这是前叉 大家知道 前叉 刹车 刹车 刹车皮 刹车皮 是会根据你的这个圈的类型 选择不同的刹车皮 碳圈啊 像我这种 现在这种 大家看到的是 碳纤维性 这个材质的 轮框 这叫碳刀啊 大家都叫碳刀啊 碳圈都行 用的是 碳纤维 专用的 刹车 刹车皮 这是 刹车线 这个就是 刹车线 这边微条螺丝 这边就是刹车的微条螺丝 这个 这个 一直到 咱们再来往上 一直往上走 手变 手变 我这是电子变速 电子变速的手变啊 它把这个变速集成在了这个电机上面 把带 拔堵 这叫拔堵 然后 大家看这 这条弯的 这就是弯把 这就是咱们的弯把 有宽度 之分 也还有这个 下把 这个弯把下面的这个状的 之分 继续往这看 把力 把力盖 把力盖里面 是 膨胀螺丝 然后这边是把力的螺丝 下面的是玩组 连接 你这个前叉和你车架 把力螺丝 马表 马表都属于是车身装备啊 这个咱们不讲 这个东西也算是车身装备了 是 马表 装在把力上面的这个马表架啊 然后右边和左边是一样的啊 左边 左边有两个 刹车 左 右 一左 右分别控制前波和后波 那我们就介绍到前波后波了 这次看 车架 这是上管 大家可以看到 这分三角形嘛 上面的叫上管 这是下管 啊 车架 这边的啊 一般我这个车比较特殊 比较特殊 是大家可以看到啊 这边立体的啊 这边也没有什么 没有连接的啊 没有螺丝之类的 一体的 所以说正常的车这边就是要坐杆 坐杆 坐杆 然后到这边啊 坐杆头 用来连接坐杆和坐垫 坐垫 坐垫 后刹车 刚刚是前刹车 前刹车 后刹车 一直连到后刹车 这边线 这就是刹车线 刹车线下面外面一定要 装的时候是一定要套一个啊 很比较好一点的质量好的 好一点的西马诺的这个啊 刹车线套 也在这边微条螺丝 和前刹一样 刹车和前刹一样 再看车架这边 这就是水壶架 水壶架 一般车子都会有两个 两个孔 并装水壶架 啊好 再来看这边 脚灯的啊 俗装脚灯的 大家都叫索踏 索踏 又分为好多种 有洛克的 喜马诺的 还有这个棒棒糖的 实际不赖 这个品牌 然后曲饼啊 曲饼 曲饼分为两个一左一右 对吧 大家都知道 然后曲饼里 通过曲饼和这个 中间这个车架 中间这大部分啊 中间这一部分 叫五通 大家看到五通 为什么五通 一通 二通 三通 应该叫三通的 但我不知道 为什么叫五通啊 这边叫五通 啊 连接左右的 然后在五通中间 在五通中间 是有一个啊 让你放这个曲饼中间的这个中轴的啊 叫中轴曲饼中间的轴心 又来连接轴心 放轴心啊 进行这个 转动的 中间这个 这个叫中轴啊 中轴有分为好多种啊 不同的规格 这个再说起来就麻烦了 有BB86的 24的 有PF24的 各种的 主要看的就是它的这个直径的大小 这个中间五通的这个直径大小啊 以及这边这个长部 以及这边的长部的大小 来确定各样的中轴的规格 好 来给它翻个个儿吧 那边是左曲饼啊 这边就是右曲饼 就是右边的啊 这个曲饼 这整个这个东西啊 大家踩到了这个整个东西 包括这个啊 这大个儿啊 也包括左边的曲饼 这整个叫压盘 我们叫压盘呢 一个压一个压的啊 把这种 扭上的尺啊 是个圆形的 基本上大部分都是 啊 然后这个压盘呢 我现在装的是公寓剂 又分为好多种 我现在使用的是盘爪公寓剂 这个中间这一块就叫盘爪 它集合了盘爪和公寓剂的两个功能 然后这个这个是盘变啊 曲饼啊 盘爪 盘爪临近的盘片 盘片 就是大家 一一所说 所说的有多少尺多少尺啊 这个盘片 我现在用的是五十三十四 什么意思呢 盘面有两个 一个叫大盘 外面大家最大的有五十个尺 里面还有一个啊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 这是比较小的 原来爬坡用的啊 这就是三三十四尺 叫小盘啊 这是整个压盘就是由这种构成 压盘上面挂着链条啊 对吧链条 好 然后上面就是 前波 电子变速 所以前波长得这样 这边有个电机 这是个电机 机械变速的话 就是一个比较简单的结构啊 什么也就没有这个电机 然后前波上面有它的微条螺丝啊 还有它这个紧固螺丝 微条螺丝在这儿 看到没 这个 这个这个小的啊 继续往后走 就是 后下插啊 我这个后下插 都已经帅得有点 有点有点裂痕了 然后后上插 后面也是个三角形 前面也是三角形 后下插后上插 后拨 你到这边 这就是后拨 前拨 后拨 后拨上面有啥呢 后拨跟车架啊 通过尾钩连接 这个东西是个尾钩 尾钩 尾钩你可以自己改装 改装做效果这样 这叫直装尾钩 然后原装的尾钩 和它构造不一样 然后这就是后拨 后拨啊 大家需要了解的结构 就是 后拨 导儿 你看到这个导板 导板和导轮 很多车友大家都知道 喜欢改装这个 把这个导板和导轮一起换掉 改成那种比较酷炫的搭搭搭 这个是后轮 后轮份前轮的构造一样 然后后轮上面会多一些东西 多什么呢 多这个分轮 分轮 分轮 分轮的大小 主要是 看最大的这个盘的大小 就决定你这个分轮 是多大的分轮 有人说 我是25的分轮 你是多少 很多人不懂 25的分轮的意思就是 你最大的这个 最大的这 这圈啊 是有25个尺 和前面的 这个大盘或小盘上面的尺比 对称一粒的比例啊 来决定你这个 这一套传动系统 适合走什么样的路 啊 有的是28的 有的是30的 32的 甚至34的 越到三里车上面甚至更大 这都是 4510 然后最小的是11 11个的车啊 好 所有的自行车构建啊 大概就这样 那么 我们 啊 为什么要 我 你骑自行车 对吧 为什么要了解这个自行车的每个零件的名字呢 因为 你了解了它 你就可以 啊 更好的去维护它 维修它啊 你可以自己进行一些调整啊 如果你不知道它叫什么名字 你就不好调整 一个自行车上面你可以自己改装自己调整的东西太多太多了啊 弯把 弯把 把力的长度 弯把的宽度啊 弯把的那种照直 以及你这个坐垫高度啊 坐垫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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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垫的角度 这样让你可以就是让你骑的更舒服啊 可以让你 按照自己的这个想法去改装这个自行车 你知道这些零件之后啊 你可以针对不同的比赛啊 不同的 类 不同的地形啊 或者不同的这个竞争对手啊 你去去升级去改装自己的车子 这也是一点啊 就每场比赛其实可以 用到的装备是不一样的 还有啊就是大家可以就是 让自己车变得可玩性更高吗 并不说他只是一个工具啊 希望把它往那丢 平时可以自己感觉到有意思 可以改装改装啊 好这些就讲到这啊 以后马上我们这个系列视频啊 我会分享啊 从公路车入门到我一开始那种 我三年前我骑车啊 我作为超级猛新 当然啥也不懂 啥也不懂啊 对有氧运动对运动对骑行啊 以及对自行车啥也不懂 当时的梦想是有一天啊 我能骑进三十星号就好了啊 当时就是真的就是梦想 但是以为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到今天啊 骑个一百公里也均属三十五啊 一个人完全没问题 然后我会分享就是呃 从新手啊到这个孰性骑行的中间 大家需要的各种知识啊 好这里是开某里 喜欢的记得点个关注啊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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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